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大案追踪》,我是当代老青年。 今天要讲的这起案件呢,可以说是没头没脑。 歹徒啊,胆子极大,却又缺乏明确的作案目的。 险些让公安人员走入了办案的死胡同。 这起导致了15人死亡的恶性暗戒仅仅呢,因为一些屁都不算的小事。 1990年的2月某日,河南西部的某县突然发生了恶性的灭门惨案。 当天,这个黄河边的小村,这个王家的当家人,王老汉过生日,乡下呀,不像城里这么讲究。 但老丈人过生日,女婿们呢,还是要来村子里住寿的。 送点礼物,吃喝一顿,大家呀,热闹热闹。 邻村的赵建国,就是王家的独生女,王小英的丈夫。 昨天呢,因为家里呀,只有妈妈和嫂子两个女人,怕张罗不开酒席的事情。 24岁的王小英就提前回家帮忙,当晚呀,就住在了家里。 第二天一早,王小英的丈夫赵建国就赶到王家村的丈人家,准备呀,和媳妇一起张罗。 这几天呢,玉妇呀,到处下雪,王家村外的积雪呀,很深。 这里呢,又是偏僻的山区,无法骑车,只能步行。 赵建国呢,拎着几瓶白酒,费力地走了一个多小时,好不容易呀,到了王家村。 赵建国呢,到了王家的大门口,已经啊,是上午九点多了。 乡下人呢,都有早睡早起的习惯,老汉呢,一般呀,六点多就起床,七点多呢,全家人也就都应该起来了。 可是奇怪的是,现在呀,已经九点多了,王家的大门呢,仍然上着锁,里面啊,也没有一点的声音。 赵建国呢,赵建国呢,感到非常奇怪,难道家里人都出去了? 不可能啊,中午就要办酒席了,现在怎么可能到处乱跑呢? 况且啊,家里老的老,小的小,不可能全家都出去逛游了呀。 赵建国用力地敲门,大声地喊着岳父和自己媳妇的名字。 前后十多分钟,大门里面寂静无声。 此时呢,赵建国呀,开始感到强烈的不安。 他走了几十米,找到了王家对门的邻居,王友才。 这个村子呀,大部分人都姓王,都算是亲戚。 王友才呢,是个中年人,辈分上啊,是王小英的堂叔。 赵建国告诉王友才,丈人家的门呢,敲不开。 后者立即感觉不对。 哎哟,那不可能啊,我们做了几十年的邻居了。 你丈人丈母娘,每天六点多一定起床,雷塔不动。 而且你丈人今天半寿酒啊, 村子里的人呢,都请了,最少也得七八桌。 应该一早起来,就杀鸡宰压呀,怎么可能关门出去玩呢? 哎呀,你再去敲敲看,肯定在家呢。 不行啊,我都敲了十五分钟了,我看呀,是出事了。 那怎么办呀,干脆呀,咱们把门砸开吧。 你丈人家那个门呢,里面就一个铁锁,也不值几个钱,砸了就砸了,走。 于是,王友才抄起家里的锄头,和赵建国两人又来到了王家门口。 他们大喊了十几声,用力敲门,最终啊,一锄头将木门砸开。 奇怪的是,院子中的鸡血啊,没有什么走动的痕迹, 难道全家人都没起床? 不可能呀,哪有庄家人全家睡到酒店多的? 这边呢,赵建国先是跑到了北侧的大屋, 他知道妻子回娘家会住在这里。 大屋的门虚掩着,赵建国一推门,定睛一看, 顿时连续后退几步,一屁股坐在了雪地上。 王友才知道情况不对,拿着锄头挤走了几步, 身头一看,忍不住地尖叫一声。 大屋内的王家老汉,老伴,赵建国的媳妇王小英, 还有王家年仅三岁的孙女, 全部被人用什么东西打死在床上。 也许是王小英死前挣扎了一下, 对他的打击最重, 整个人的头都被砸平了。 赵建国吓得面无人色, 出事了,快报警,快报警。 这边,王友才呢,也极度惊慌, 但是啊,还能沉得住气。 他和王家呀,坐了几十年的邻居, 对王家呢,非常的熟悉。 除了中间的大屋以外, 王家两侧各有一个娇小的屋子, 分别啊,是两个儿子居住的。 王友才明知道他们也凶多吉少, 还是啊,去看了一下。 果然,左边三十岁王家长子的夫妻, 还有一个五岁的孙子都被砸死在床上。 右边王家老二还没结婚, 独自一个人也被砸死了。 这样算下来, 王家三个屋一共被杀了八口人, 全家呀,都死了。 这种入室灭门惨案, 本县就建国以后剿灭了玉西土匪, 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赵建国和王友才立即报警, 警方开车冒着积雪, 艰难地赶到现场。 这边呢, 王友才是个聪明人, 有些呀,保护现场的意识, 挡住了王家的大门, 不让别人进去。 这样一来, 警察们赶到现场的时候, 王家的现场啊, 保护得比较好。 法医老杨分析了现场, 认为这是一起特大的灭门凶案。 根据现场判断, 案件发生在前一天的深夜, 因为下雪的原因, 现场啊, 很容易分析。 歹徒呢, 是手持凶器, 翻越了王家并不高的围墙, 爬入的院子。 随后, 歹徒首先踩着雪, 闯入了王家二儿子的房间, 将睡梦中的25岁的小伙子撒死。 随后, 他又闯入了王家大儿子家, 一顿乱杂, 将这对30岁的夫妻 和一个小孩杀害。 最后, 他才闯入大屋, 将王家老两口, 三岁的孙女, 以及回娘家的王小英, 统统杀死。 当时是深夜, 这八口人被杀死, 基本都在熟睡, 没有任何的抵抗行为。 只有王小英和王家五岁的孙子 有过挣扎。 根据现场分析, 王家孙子被砸了一下以后, 歹徒认为 这么小的孩子肯定死了, 就转身去杀别人。 王家孙子当时只是重伤没死, 后来, 歹徒在屋里搜索时, 发现孩子还在痛苦地扭动, 就又乱砸了一通。 至于王小英, 他应该是最后被杀的。 歹徒将其他人都杀死后, 认为王小英一个弱女子容易对付, 有些放松。 第一下竟然砸偏了, 砸在了王小英的脸上。 王小英带伤惊醒, 因胆小惊慌, 根本没有想抵抗和逃跑, 就又被连续砸中惨死。 凶器啊, 看起来就是农民常用的锄头。 这种锄头呢, 每家呀都有那么几把, 样子都差不多, 砸人呢是很厉害的, 可以一击毙命。 歹徒作案以后, 在现场啊, 停留了一会儿, 随后呢, 又翻墙离开。 现场提取到歹徒的很多足印, 非常清晰。 那么案件是什么性质呢? 这可把刑警老张弄糊涂了。 正常来说, 对人家灭门很像是报复杀人。 然而, 刑警老张走访了村民, 发现王家呀, 不是什么好惹的人家。 村里的口碑呀, 也不太好。 但是呢, 王家几个男人充其量也就是小毛病, 和村民呢, 也没有多大的纠纷, 不太可能有人会去杀他们全家。